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二匹 就是你五班千六的中距离 細朗班的馬 今場的邊緣就不錯 最到好的數到就是頭馬輝 威力飛馳 萊蘭紅帽擇聲光輝 上次贏得很清脆利落 打算他守個好位都很好形勢 鄭俊偉可否多添多一輪呢 有秒打一定放鬥 跑了一千的馬 現在快跑了一千六 我看他能否做到炮子膽的效果 那晚炮子膽給他跳 但跳程有點誇張 一千的家庭 沙田的千六真的難很多 摘聲光輝就沒有錯了 可惜他的對手 贏他的對手今天醒目 不走杭碎路 走西碎路 還有那隻馬 根本看上去 你說他是五班馬 哪有像是五班 你說他三班馬都相信 他很早就近了 但是他是喘名 沒辦法 力非遲 你不知道何時喘 何時喘 他又喘名 又經常喜歡行洪水 那就塞車 今天醒目 今天走西碎 就沒事了 周俊偉其實摘聲光輝 現在守住內蘭的弟子 他以為他扔得很穩定 他以為是指豬在握 因為前面有苗頭 旁邊那隻雲萊多寶 不溫就行了 雲萊多寶 外面那些鴻圖巨星 真的比較冷 沒有太大機會 但是他盡力 都跑得很適合 摘聲光輝 他都像潘頓一樣 入到最後三百才開始大力騎 這個時候 其實威力非遲 距離他都幾遠 但那隻馬 加速力很強 打得回 根本是五班馬 你看他的款 我真的覺得他三班 沒有辦法 多好 今天不堵車 不是這樣 你今天有幾場 外面有位讓他衝的 衝得順 私家三能也沒有太大力 有力也挺好 真的越跑越好 出習雖然小慢 但也不太落後 沙田也跑得近 四場分斷時間 投定你24.94 第二年22.92 第三年23.64 每年24.13 這場的賽事時間 1分35秒63 其實有力不只是跑得近 直到塞了 要不然他上名 林之翔、鄭俊偉、雙龍出海 無論如何都不會 有力非遲跑 他一不揣 一不塞車 在五班這站下 我想他超好多 回到來輕鬆贏 他今天很早來到香港時 三班都接近 現在搞到五班 你真是追到怕 你說他型格好 有質素 有什麼辦法 他經常揣名 他上車又揣名 你一揣就沒有了 我都說他不揣那次 他不揣那次 我也知道他塞車 兩科 除了機會馬 馬房出不止一隻之外 會否有些都可以留意 今場賽事表現如何 例如線路揮華 千六 我覺得他不太到 會否今次縮城 跑回較短的途程 會否好些 暫時我都不敢說 他一定不到 他今場馬 上來的時間都不錯 上來已經逼著摘聲光輝 你要計 摘聲光輝是贏開的 而且是輕鬆贏的 今次回來的兩步是弱些 而且你要計算 1200直到1600 但實際上1400很早就近了 五班 我不知道 越來越下賽程 我沒有看過 但夏季初 五班1400 很多機會 你說梵高二千六不到 我想都不太像 可以不可以落到 不過你說梵高二千八來香港 不太適應 這個也是真的 那些馬很多時候 就算在英國也是 他有點脾氣 有點口 來到香港很多都不太適應 那下一季 他就算不適應極度 他現在都五班 下場的時間 看看這次關五場是 四班千二的策組 這場很混亂 這場也好 爆開冷 初出即勝 如果看到他試習表現不錯 他試習表現不錯 不過他試習喜歡擺前些 就是想著他 誰知原來不是 後上 鑽石寶寶 一起步 其實他抽三檔 他是沒有想過走過欄 他看不看 也沒有想過上欄 現在捉到下去 第五位 那隻 三叠 你看 今天跑錯了 現在是大二滿 其實今天姚本輝很好吃 但這隻馬就跑得不好 可能不關馬防治 今天巴道很多馬都跑得不好 是巴道不好多 走到三碟,現在是三檔 你看彎的彎多闊 還有一馬搶口 很明顯你見到他彎位的時候 是真的,看真點 今天是巴哥 看看這隻新馬,楊明天空 又在外面被他康中大道衝上來 七八成馬,不過他有質素 早有弱的對手,稍有能力 沒錯,看第二是哪隻就知道了 連利福章都上來了 加了一個交叉秘菇 加了這個形勢上 應該說明晉福升,也走得不錯 打算沒有太大東西看 結果入到第二名 說了8號的連利福章 第四名就是1號的加州衛城 分斷時間第五場 桃園來是23月3 第二段是22秒8 第3月23月74 開始時間是1分9秒84 之前我們都說過 如果大家去到夏季跟賽職的時候 那些季美職真的要小心一點 譬如這樣的組別 我覺得都頗弱的 當然,楊明天空初出三歲 他會有進步空間 但今天的水準是七八成左右 這組水準看來都不像 特別好 馬計 加州威盛 他就沒甚麼好錯不錯 十檔135磅 他不走也不行 但鑽石寶寶可以說全程都錯 基本上那隻是計不到的 都錯得很緊 是的 今天就是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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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他只是沒有分 今天沒有 全日空 有時是分歧師 三檔三疊 寄望不會那麼厚 但是越退越厚 另外那些馬 其實衝上來 因為外面也有些馬 仰到不是很想到來 沙漿金剛 雖然我覺得狀態 還未至於很快來到 但我覺得 比起楊明天空 其實這對馬 外面穩位上來 都有些少許阻滯 當然贏馬的楊明天空 楊明天空沒有他阻擋得那麼多 因為沙漿金剛找到位的時候 楊明天空已經衝行了 沒錯 第五場看完 看看三天尾關的陸場 陸場是四班千六 中距離 這場是千六 起步 有隻慢一點 跳跳 後面就中二寶 中歡笑 那些放在第三位 放在前些位置 又想不到是松草老爺 趕跑法 放在前面 但最后報告就說 馬雅騎松草老爺的跑法 是遭到告誡 告誡什麼呢 告誡什麼呢 大家要看一看片 看看如何評價 松草老爺 不過這組 熱門是威之聲 仲歡笑 兩大師傅坐騎 你看看那隻木火兄弟 其實全程都釀菜 三疊 一直都望空三疊 還有轉彎前那段馬 還不完 還能吃到個勢 還能頂住兩隻 其實這組反應都不會很厲害 都不會很厲害 因為其實威之聲 中歡笑上一場都跑得很盡 很適合 威之聲現在都未贏 中歡笑很久沒有贏 威之聲更加難贏 看完這場之後 第三 這場賽事很多馬都未得住 有一隻錯了就是金匠非凡 以為他是軍速馬 他居然留到七、八位 想獲人追 然後又有些搶口 其實這馬怎麼會這樣跑 這馬我以為戴頭是他 這場也沒辦法放 我以為他至少跑軍速 放在前面 他完全不是這樣跑 反而松草老爺真的放 這麼主動的金牌 是否告解他跑法上和以往比較 因為之前他贏的那場 是流秀中間位置衝一段 這次就易跌擺前 主動的 另外第二名照片 就是11號的中歡笑 三天美關的分段時間 頭轉到24秒 五、六、第2段 22秒97 第3月23秒75 每段是23秒72 賽事時間 1分30秒剩 我們詳細看看松草老爺 他是十檔出閘的 就是排一些教員 外的檔位 看看他組段如何埋來和處理 紫紫的色舞 十檔紅的色衣 組段也沒有大問題 擺前座 起步一點點 之前他通常是流少少 這裏就看著看著 埋得難 他嘗試穩定的馬匹 但特別千山米柱 有多少影響到 這裏有少許搶口 這裏離開了難 因為後面 詩美麗精神叫他 所以他稍微移出去異疊的位置 就嘗試穩定他 但馬預期中 就沒有想像中衝刺力那麼好 他的解釋就是這樣 當然難一點 難也比別人 當然難跑一點 因為你那裏應該做的 就是鬆一點 就是讓他離開 讓他離開 就是後面那個 是 賽後報告也有告解 騎士 馬雅要以一個較為有競爭力的跑法來衝刺 剛才大家都有問題說 其實以馬雅的資力 這些不會不會處理 你走快兩步 最多都是喊不聽 喊更加不聽 喊更加對付 是 見到他看一看後 詳情再看多些的賽後報告 休息回來再看下一節 了 現在已經到了 停止了 就像是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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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告